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1月24日星期五 今天焦点有我杨智经为大家分析时事 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是有两个 第一个是日本意图利用政治手段 要求中国解除对他们水产的禁令 恶视性物安全作为一个政府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二个是美国连回小动作挑衅中国 中美关系难免再次降温 日本不管外奸的反对声音 在今年8月24日开始 将福岛核电厂的核污水排放出海 严重影响海洋生态并引发食物安全问题 中国为保障人民安全当机立断 对日本水产品实施全面禁令 之后日本政府竟然呼吁北京取消这个 非基于科学的举措 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 竟然要求一个负责任国家对他们的恶行 只眼开只眼闭 这个不是笑话 时间差不多三个月 日本方面再一次提出笑话级的要求 日本驻华大使隋秀夫11月21日 与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黄秀文举行会谈 要求中国立即取消对日本产品食物的进口限制 以及确保在中国的日本人安全 为什么再次作出这么无稽的要求 原来在会上隋秀夫说到之前在三藩市中日首脑会谈里面 确认了推进战略互惠关系 指出实现并不容易 需要双方总是抱着理性 反复不断努力 强调今后都有必要 努力改善关系 即是想利用政治关系 去令到中国漠视人民安全 撤销禁令 他们的蜡烛点会不会薄弱了 日本可能更得西方国家多 学习他们那套政治凌隔一切的思想 以为什么都应该要和政治挂钩 在这里想和日本政府说 一个进责为民的政府 应该时事以人民福祉为先 人民是国家的基石 保护人民的安全 国家才会繁荣稳固 中国不会似得你们那样 用人民的生命来较非 看回三分市的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 有提及日本排放核污水的问题 但岸田问洪似乎没有正面回应 继续自说自话 中国外长王毅昨日会见 日本公民党党魁山口那津南 率领的访华代表团 山口再次要求中方解除 日本水产品的禁令 王毅亦都回应指 中国重视食品安全 以及国民健康 希望日方为中方创立 独立监察核污水排放的机会 过去日本拒绝被其他国家 提取海水样本检测 透明度极低 市民又怎可能令中国放心 解除对他们水产品的禁令 日本在排放核污水问题上 欠了海洋全地球生命 一个道歉 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有腰骨 站出来承认你们的错误 我们转个话题 中美关系可以说是炸鸾还行 早前美国官员排主队地访华 促成三藩市APEC的峰会 似乎对收好中美关系走出了第一步 不过转个头 美国已经再次现出狼上 继续在政治和军事上围堵中国 在11月17日 美国国防部宣布 美方已经正式批准向日本出售 400枚战虎陆弓巡航导弹 协助日方建立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成为继澳洲之后 另一个美国印太盟友引进这款武器 美方指出 今次出售导弹是帮日本应对 当前和未来的威胁 说穿了就是为了对付中国 除了日本 美国亦都对另一个 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 菲律宾 提供协助来挑衅中国 1999年 菲律宾故意将马德雷山浩坦克登陆艦 冲上人外潮以割浅修理为理由 开始了长达24年的坐摊 近日有消息指 美方会为收服马德雷山浩提供建议和协助 例如物资运送和安全保障 这个行为明显是对中国领土完整性的侵害和挑衅 中国多次强调 人外潮是中国南沙群岛一部分 是中国领土 菲律宾军艦在人外潮坐摊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 菲方曾经表示会拖走非法坐摊的军舰 但拖了24年 原来是拖延不是拖船 现在还企图大规模维修加固 实现对人外潮的永久占领 美国从旁提供协助 怎可能不损害两国关系 而在11月21日 美国和菲律宾启动为期三日的联合海上空中巡逻 解放军批评菲律宾拉拢美国在南海搞局滋事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精神 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下星期将会审议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如果法案通过认定香港驻美经贸办 不值得延长享有特权 就需要在半年之内关闭 一连串针对中方的举措 可以看到之前美国摆出收好中美关系的态度 都是假猩猩 否则又怎会搞出这么多小动作 中美关系回乱 实在只是小阳春 如果美国还不收手 恐怕难免再次跌落冰点 今天的今天的焦点来到这里 我们下星期再和大家见面